乔景文根本就不管别人对他的看法 只要自己没有道德 曾是母子 别想过来道德绑架自己 曾是也不再废话 直接双手一摊 放在乔景文的面前 今天要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就算是打得头破血流 也不会离开 更何况 他就不相信 乔景文敢打自己 看来 这才是你此行真正的目的吧 没想到一开始 你演的戏还真好 为了钱 能够这么低声下起 真是叫我开眼 不管你从什么地方得知 我卖首次兔罩赚了钱 这赚来的钱 不可能给你一个同伴 雪天路华 你还是赶紧回家去吧 乔景文早就知道 有这么一天 毕竟集市上 定然会有人认识自己 这个消息啊 会很快地传到曾是的耳朵里 唯一有点意外的是 上次两个人 被自己和二姑 整得那么惨 还既吃不计打地 舔着一张脸过来 找不自在 啊 我这养了一个女儿 还不如生一块叉烧 这有钱了 就立刻不认人了 家里已经到了年纪 要娶亲的弟弟 都不知道帮着帮着 每天赚那么多钱 就知道给不是自己 亲生的野种用 曾是多少 是有点被气坏了 什么话都敢往外冒 身后的男人 一瞬间阴沉了下来 狠狠地瞪着 还在撒泼的曾是 上次 趁自己不在家 想卖掉自己孩子 他还没找他们算账呢 竟然还敢过来 找不自在 滚 要哭就出去哭 一把年纪 没脸没皮 我都替你害臊 乔景文 虽用着他女儿的身体 可现在主导的是他自己 只要他不愿意 真是他们两个 算个屁啊 早是这时候 也不哭了 抬起头睁大眼 看着一脸无所谓的乔景文 心里始终不明白 这死丫头到底怎么了 一下子就这么多改变 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